爱美的女生,今天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咯 中南部现在阳光都开始露脸 所以你今天外出的时候还要做一件事 就是注意到防晒了 这昨天早上啊 华南云带的东夷相对的我们降雨偏多 整个西半部地区呢 以三个地方的雨量最多 苗栗、新竹还有桃园都有在50公里的雨量 不过今天早上呢 天气好了 就来看看准备出门的户外天气了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天气形态来说呢 好像机器真的有点问题咯 好 没关系 我们先注意到这张图哦 可以注意到这个北部的天气还有在下一点雨 不过到了中部地区呢 倒是现在天气晴啦 南部也是天气晴啦 东半部呢 倒是现在是多云的天气 而到了外岛的马祖温度在12度 金门现在15度 澎湖现在是20度 看来这机器还真的有点问题了 不过天气形态来说呢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随着华南云带逐渐的东移之下 相对的降雨形态来说 又正常了 还不错哦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云带逐渐的东移之下呢 我们的天气开始好转了 现在只剩下北部地区 因为最主要高压到了这个位置以后 整个风向还是有点东北风进来 所以北部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仍然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那接着呢 回到正常了 那就来看到 现在这个时候北部因为有点下雨 中南部天气晴啦 气温在南部现在已经到了24度了 所以南部的朋友 今天中午28度绝对跑不掉 而到外岛地区的澎湖现在也在20度 天气形态来说呢 随着今天天气开始好转 所以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整个天气状况来说呢 在白天的时候呢 阳光露脸之下 温度开始要上升了 那明后天的周休假期的天气状况来说呢 温度呢 倒是会逐渐的在回升了 尤其明天周休假期呢 中午的高温 从北到南可都会到30度呢 接着呢 当然就来看一下动态的云图了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在天气形态来说 在今天的时候呢 最主要 华南云带的冬移之下 我们的天气开始好转 白天的温度上升 相对的天气形态来说 现在只有在北部云层量多 不过北部的朋友 你也不用担心 到了今天中午以后呢 云层量将会逐渐的减少 而中南部的天气 现在已经转勤了 所以中午的天气暖和了 目前来看 周六周日好天气 南风上来温度高 从北到南可都到了30到31度 所以你周休假期啊 户外活动只要注意两件事情 一个注意防晒 另外一个要多喝水哦 可要小心会有中暑的状况呢 不过今晚如果你要跑到山区 倒是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山区会有一些起雾的现象 早晚会起雾 行车方面注意安全 那下一波封面 什么时候接近呢 下周二 下周二的下午以后 另外一波封面再度接近 北部只有零星短暂雨 因为下一波封面结构并不是很好 下周三天气朝转 只是微弱东北风 影响到北部地区 接着当然来看看今天的温度了 先注意到今天的天气形态 北部虽然现在云量多 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雨 但是到了今天的白天的时候 云层量开始逐渐减少 现在开始你就会发现到云量要渐渐减少了 中午温度23度 天气要转晴了 阳光要露脸了 中午以后阳光都会露脸 那到了中部跟南部呢 现在已经是大太阳了 所以呢 外出的时候呢 白天要注意防晒了 中午的温度在26 南部到了28度 中午暖和了 但是要注意是山区有起雾的现象 东半部地区呢 最主要就在早晚的时候 因为吹的偏东风转东南风的关系 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雨 那今天可是星期五耶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从明天一直到下周一的时候呢 中午天气暖和 暖到31度的高温 中午天气闷热了 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了 所以呢 这个周休假期 你倒是要好好的把握一下 到了下周二 有一道封面要接近了 微弱的封面 北部到了下午 云层量增多 有点零星的短暂雨 降雨 也没有很多 温度呢 还有在27度哦 到了中南部可就在31度 下周三一直到周五的时候 北部在周三天气会略微转良 周四周五温度逐渐的上升 那中南部呢 没有受到影响 仍然在28度的高温 倒是在周三一直到周五 西部跟外岛容易会有起雾的现象 所以明天一直到下周一 天气晴朗 温度高 小丁宁给您一个提醒了 最主要在今天白天的天气状况来说呢 看到小丁宁的部分了 最主要呢 天气晴朗 气温上升了 但是山区有雾哦 早晚行车 注意安全 现场交还给孰芬